好,上課囉 今天有奇怪的人 沒有來上課 我好難過 但我還是要上課 他來這裡沒有水耶 你再提醒一下我 那是哪個水啊 誒 五六歲了 他幫我上課沒水 超爛 好,來開始上課囉 好,那我們從那個 九十四葉引導辦第19 最後一個講起 等下再介紹我們的組合公司 講完組合公司 我們的感應組合就講完了 你問啊 你每次都在那個打直上 打敵賽我有點問 這哪個可以提的啊 我現在要上課的評價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啊,你要上課 可以啊,可以啊,不要講啊 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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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列體19 二象四地理的應用 因為主要給我這樣講 然後呢 他說請你求相連二象四地理的局 好,第一個他是問 101的12字方 然後呢,去除以什麼 1000 然後想問他的餘數 因為節目也很長 就簡單的敘述一下 那這一個你會發現 誒 不論是誰都不會把101真的去做12字方 因為這個字方太大 那我們要去觀測嗎 我們怎樣用二象四地理去貼 你看到了嗎 1000 他跟1000有什麼關係 我們可以試著把101寫成什麼 10的二字方加1嗎 對 這樣1000是不是也是12字方的 12三字方 這樣就會跟那個12字方成這樣關係 你知道我會講什麼嗎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呃 10 1加12字方 然後再12字方 那這個展開就已經一次了 你這個展開 是不是可以用二象四地理去展開 那只要乘到10的二字方 然後再超過 我是不是一定可以整出於12三字方向 知道會這樣做嗎 那我列開你就懂了 齁 來這個是10的三字方 我幫我寫一下 齁 好 我寫一個2 不好意思 1 然後再加上C12取2 然後10的二次再 2次 點點點點點後面我就不寫了 那為什麼我後面不用寫 因為後面其實不重要了 怎麼說勒 因為前方齁 這一些是不是沒有超過10的三次方 對啊 這前面沒有超過10的三次方 但是後面根據指數率 是不是至少都是四次方以上 所以後面齁 只要有成到四次方以上 它一定除於10的三次方 為什麼 正出 所以我們其實餘數就會產生在前面就結束了齁 那你後面幫我寫一下 正出於10的三次方 好 就這樣 可以嗎 所以我們的餘數就是出現在這裡嘛 那 有時候餘數要算的話 你要小心齁 因為有可能加起來超過一切 你要去做檢查 所以你要先把它算出來 如果有超過一千 你還要繼續除齁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做完新的算 後面這邊 好 這裡是1 這裡也是1 所以是1加12 乘上什麼 100 看12乘100就是1201 所以餘數是多少 要1201 去除以1000 等於1 於201 這才是真正的餘數 可以嗎 好 就這樣 這第一小題是201 看得懂嗎 可以嗎 找找找 可以嗎 行嗎 等於知道嗎 幹嘛 這蠻簡單的 好 簡單的我想是 再來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它是1.1的八次方 近視於小數點後面第二位 這個也很簡單 這一題我覺得 這一點寫吧 這一題我講好像 有講跟沒講差不多太多 因為我覺得大家也會想得到 你看你只要怎樣 你要把1.1拆成 1加0.1 然後去展開 它幾次嗎 它是八次方 然後你用二相式去寫 那你會發現 0.1乘太多 就會怎樣繼續引領 所以我們會想得到有寫 好 可以嗎 這個讓我自己做 二相式可以展開在哪裡 就不行了 那剛剛有了其實再猜一猜 我們講一下 等下講一下那個類題二 好不好 我先讓你唱 好 去看一下 往前 每一個籃子都會有期待 對 對 YES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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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有做 應該要做事情了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個類題二 那 第2小題不驚奇 齁齁齁齁齁 就1.1的八次方寫開來就答案 從這邊說 來類題二是這樣 類題二看起來比較難 為什麼咧 看一下題目 它的類題的是 1加s的二次 然後呢 再加上 1加s的二次再二次 好 我寫一下 1加s 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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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到時候我們等一下二相式定義還是要展開去看個次四方係數 那要是看他的係數是不是要寫一般式 在寫一般式之前你也先處理這個連加怎麼辦 連加已經看出是等比級數了 所以你可以用等比級數的公式去寫他 1.公比分之首相成1-r的n次方 那1-公比在哪裡 1-公比 那因為他這個數字是比1大 所以我把它寫前面 公比減1 s平方加1 減掉1 然後呢首相s平方加1 然後乘以什麼 s平方加1的十次 然後減1 為什麼可以列成怎樣 我剛剛不是很聽過一次嗎 我不懂為什麼可以列成這樣 我剛剛不是很聽過一次嗎 我不懂啊 我剛剛不是很聽過一次嗎 我剛剛就講啊 rn次方-1啊 等比級數的公式啊 1-公比分是首相成1-r的n次方 我剛剛不是很聽過 我只是靠掉了 那兩次喔 他是不是等比級數 對 所以我們可以在等比級數的公式嘛 就把它寫就是 啊 A 然後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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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列成這樣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嗎 那為什麼我把R寫前面 因為他現在這個比1大嘛 你這樣檢出剛好就可以變正了 那你寫把E寫前面會變負 你等一下再處理一次還要變好 那我就 因為我有經驗我就寫調整了 可以嗎 那接下來 喔 剩下的就是運算喔 我稍微減減一下 這個不要硬算喔 硬算不好算喔 欸有兩邊寫到這裡 看一下 那邊看完嗎 我讓你抄 這沉進來會不會沉進來就11次嗎 然後減掉 然後減掉 那現在算什麼嗎 s2次 那裡面還有個2次嗎 沒抄到不知道 所以是下面是變成x的平方 好 現在就是下一個關鍵 它會是4次方 什麼意思 啊 先想想看喔 這個 乘開來 就是幾次方 這個乘開來是幾次方 欸怎麼會被人家握 2次方是1 你覺得最高幾次方 22 喔 那我們講 講慢一點好了 講慢一點好了 來 問你喔 它說 上面的東西 除以2次方之後 會產生4次方 請問誰 除以2會產生4次方 是不是6次方 今天懂得要講什麼嗎 所以題目是在問什麼 它的6次方在哪裡 好來 再來 下一波問題來了 你要在上面找6次方 請問這個後面這個這麼重要 完全不重要 完全不重要 優姐先聽啦 為什麼這個後面完全不重要 這後面根本不用看 為什麼 你要6次方跟2次方有什麼關係 加加減減成成出出 欸 加加減減 它2次方是找2次方向做同類向小 這個根本就不重要 然後咧 題目它真正的意義就變成了 你要找尋什麼呢 1加s2次的11次的s6次方係數 這樣會做的吧 這就變成了什麼 一樣 二項是你寫一般向 然後去找一個次方 可以嗎 可以嗎 那一般向怎麼寫 這寫成c11取多少 取k 然後1要不要抄 1不用啦 1有成都沒成1 1有幾次方都是1 所以就變成s2次 然後咧 2k次 然後咧 就是它有一般向 那 是不是就想問s2k 2k次吧 是不是要等於6 這個什麼時候會等於6 是不是當k等於3 可以介紹 所以你可以知道嗎 2k等於6 k就等於3 好不好 好 想到這裡就快寫完了 k等於3帶進來 就是答案 那你把k等於3帶入 所以s的係數 鎖球 我寫鎖球 所以鎖球就會變成 c11取3 好就這樣 OK嗎 這樣可以嗎 你把他寫好一點 你這句話要寫出來 這句話要寫出來 這句話最關鍵你要寫出來 好 懂嗎 好 等一下齁 我們再幫你減整一下 那個常用的組合公式 常用組合公式 我們等一下看 可以補充一點點 你想一下他寫那個組合公式 他只寫考試會考 其實也夠了 寫考試會考的也夠了 我們越多越麻煩 越多越麻煩 越多越錯 為什麼你知道這是10 大概是10 大概是10 應該有10項 1到10有10項 像素 這是像素 或者是像次 對吧 一寫11 一寫11 1到10有10項 他不是看次方 是看像 要寫錯 他下面為什麼是11 是因為他分配率層進去 才會變11次吧 好 來看一下 來 接下來講組合公式 組合公式 有蠻多理解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最經典的組合 第一個 第一個你要先了解組合公式 CN0 再九個三頁 你這一集穿 你往前翻一頁 CN0加CN CN1加CN2加... 一直到CN 會等於2的N四方 這是第一個你要知道的 再來第二個組合公式 這就是我們的CN0加... CN1加... CN2... CN4... 會等於... CN1加... CN3... 加... 0... 會等於... N-1次 好 講義指 列這兩個 其實這兩個就是 考試最主要的主軸 可是我覺得 它應該補一個... 這個有點少 那這個組合公式 都從哪裡來的 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都是從二項式地體的某一個式子 就是這個 1-S的N次方 你把這一個1-S的N次方 你去做展開 你會發現它可以寫成... CN0... X0... 然後呢... CN1... X1... 為什麼我不寫E 很靠唷 應該E... 這個加法是 因為E怎麼樣 E有成跟沒成一樣 都是E 所以你可以再把它往下寫幾項 去感受一下 寫到這邊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故意把S寫在前頭 請看喔 S0次CN0 加上... 來來來聽 我想聽一下這個禮拜的藉口 什麼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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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講一個... 你不願望也好 太晚了 哦... 那上禮拜很像耶 上禮拜你才記得的是什麼啊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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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上禮拜... 那是上上禮拜 太多了 上禮拜的藉口是 爽啊 我記得 是啊 上禮拜跟我說爽啊 幹 欸... 采琪 采琪 好... 好... 自己想想 這樣對嗎 對起父母嗎 可以 因為上上禮拜的藉口 你就是跟他... 幹 那你去看前面的係數 我故意把它寫前面 你去看前面 你去觀察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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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等比的形式 看得出來嗎 它是一個等比的形式喔 看得出來嗎 它是一個等比的形式喔 S0次一次二次一直到N次 這是前面係數等比 好不好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跟你講 新成等比 好 那上述的這兩個 我們的組合公式是怎麼來的 就是 X的地方用某一個數字去做代入 用誰去代入呢 來... 第一個 如果你是白癡 大家會發現 1加1等於2 所以這裡的S一定是用1代 真的嗎 真的 因為它最後是不是只剩下 這個CN軀集的公式存在 所以S的地方用1代 下巧是怎樣 下巧就可以只剩下我們的C軀集 S用1代入 因為發現它的公式就變成了 1加1的N次方 等於CN0 CN1 一直到什麼 我們的CN1 這樣可以嗎 等於2的N次方 好 這邊我就補一個 講到這裡 我就要順便補一個 還有一個要順便講一下 剛才是不是說等比 所以有時候題目故意出什麼 2468 可能248 它出2的連次方往上升 我覺得例子 自己補喔 像是如果題目說 請問 CN0 加2 乘以什麼 CN1 加4 乘以CN CN2 加...2的N次方 然後CNN 加2的N次方 它會等於多少咧 你有沒有發現 S的地方用2代入 就會產生這個紅色寫的地方 如果何以觀察 就是看它的次方前面的係數 是不斷的用等比兩倍在前進 那也就是說 原本S的地方 這裡用2代了 那這裡是不是也用2代 所以就是1加2的N次方 也就是3的N次方 這樣會嗎 好不好 你簡單寫一下 再來 第二個公式 怎麼帶 第二個公式就簡單多了 親切 第二個公式 你去觀察 你會發現 它是不是奇數跟偶數 像一樣多 講義沒有寫原因 所以你要自己抄 那我問一下 這樣子 S的地方用0代入 你會發現前面寫成1加0的N次方 欸我寫錯了 用-1代入 用-1代入 用0不行 用-1代入 用-1代入 1加-1的N次方 然後呢 CN0 S0 會變成一陣 1-1 因為你用-1代嘛 基數次方 會表現出符號 偶數次方 會變成正 所以會變成正不相間 CN1 S1 然後加上CN1 欸 S不見了 哎呀我給7喔 S不見了嘛 就負1代 所以是CN0-CN1加CN2 直接正負相間就可以了 CN3點點點點點 可以嗎 那前面1加負1就是0 那你有發現 基偶像的總和必須是0 這是第一個 再來你把基數項 全部都移到等式的右側 你會發現 就變成CN0加CN1 CN2加CN4點點點點點 會等於什麼 CN1加CN3點點點點 基偶像總和會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等於2的N-1次方 你想想看齁 所有的基偶像加起來不缺項 叫2的N次方 那現在我們已經說明這兩個人是一樣的 一人一半就是這個除以2 所以你就拿2的N次方除以2 就會發現喔 一人一半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2的N-1次方 可以嗎 除以2 再講的是齁 你S的地方用-1做代錄 你會發現 它會得到一個 G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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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弦隆對相間的什麼 那那我覺得 等個別定點也不是 可以嗎 那你把所有基數項移到等式的右側 你就發現偶數項會等於基數項的和 所以一人一半 就是N除2 所以每一個區塊和偶數相的總和和基數相的總和是2的2-1-1次 可以嗎? 好,這是一個解釋 再來我要講一個小東西 就是這一個公式除了二相式定理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說法,我覺得也蠻棒 我們就舉一個好久不見的好朋友,鐵頭 我拿他做例子 鐵頭今天早上兩個鐵頭我們看到 你知道幾公斤嗎?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他原先,他原先89 你看他現在幾 69 幹,他69都可以跳下去 沒有啦,我有沒有發現他的黑夜子是真的69 我跟你講,鐵頭現在的體重是80.9 80.6 瘦瘦瘦瘦瘦瘦瘦 對阿,我覺得這其實 有點東西 好,我們先拿這首,不是內內 好,接下來我們要開始講 用鐵頭舉例子,來講一下 這個惡的體次方是為什麼沒有組合公司要說明 假裝今天鐵頭很醜 不用假的,我跟著 他要整形,那他要怎麼整 對不起阿學道,借我用一下 我每次打薪水少一點 好,來,整形 好,來 他長得臭嗎?整臉 還有什麼? 呃,腳短嗎? 呃,可能打鋼丁,然後腳 還有什麼?呃 還有肚子,可能要抽脂 還有雞雞嗎?這最重要的 雞雞,要拉出齁 整啦,整啦 那你在做選擇的時候你有沒有發現 欸,這每一項是不是都有可能要整 或是怎樣 不要整,對不對 所以呢,如果以排列組合角度來看 要嘛有整臉,要嘛沒整臉 要嘛有整腳,要嘛沒整腳 要嘛有整肚子,要嘛沒整肚子 要嘛有雞雞,要嘛 要嘛有整雞雞 要嘛沒有整雞雞 是不是每一次都是二二二 所以它的總共方法數是不是就叫二的四次嗎 這是一個有講法 那它會整個什麼你知道嗎? 它也等於在四次的整型選項裡面 你是不是可以四個裡面 你每一個都不選 我都不要整啊 或者是四次的選擇裡面 你選了其中一個整 可是它覺得雞雞實在是太重要 那就是去收減雞雞的大小 然後呢,再加上四次裡面 它可能覺得它的臉也很重要 所以去整臉 然後呢,或是選三次 一直到,它不覺得全部都要整 你有沒有發現 加起來就是二的四次方 剛好符合我們的組合公式 可以介紹嗎? 好,這是其中一個講法 那再來,我要再提醒你另外一個考試的重點 因為考試組合跟我們的巴斯卡公式 如果你去看,你會發現 巴斯卡公式上次有介紹過 C連加,組合也是C連加 什麼時候用巴斯卡,什麼時候用組合 很容易弄魂啊 你怎麼確定,哪個是用哪個 好,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提醒 其實很好分 你看到嗎?組合都是什麼 NNNNNN 可是巴斯卡公式,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好,上次舉是舉鐵球的越南新來的例子 C73加C72會等於C83 怎麼來的? 上面加1,下面是不是取大? 你觀察一下 它的C是不是怎樣? 是不是會加1 它是不斷的加1加1加1 所以它的C會越取越多 但是組合不會了 組合上面在做選擇的時候 它的總數已經是固定 對吧 你整的東西 一開始就是整的選項是固定 它不會突然變大 所以如果今天你取的東西 越來越多 我跟你講它就是巴斯卡 如果取的NNN一直都沒有變 那絕對是組合同式 聽得懂嗎? 這個很重要喔 要知道喔 可以齁 都在講什麼齁 好 到這邊我們排隊組合齁 基本上就講完了 YES 可以寫完 很棒齁 很酷的 排隊組合我們今天就這樣講完了齁 不是啊 你講一下隔壁業 隔壁業它的 那個 隔壁期 把它超短燒 來第幾層 隔壁業第幾層 還是 可是 剛才我自己寫一個 這是一個 嗯 不是 腰 不是我剛才講過 啊 你靠腰 幹 幹 他們才問過 等比級數 因為我不知道 我痛症沒寫過 喔 對 這是等比級數啊 對 等等比級數寫齁 但是你上次好像問我 我就同類一下 是不是 對 這個 幾個 九十一頁第二題 要不要講一下 出去啊 對啊 你會嗎 會嗎 呃 要講一下嗎 九十一頁那個 類題二 需要講一下 你知道那個 同類像的意思是什麼嗎 四個加起來 對 對 我跟你講喔 因為它的同類像 就是你看 它是 A加 B加 C加豬 A加 B加 C加豬 它倒是乘出來的東西 因為它有很多個 有七個 乘出來的東西一定是什麼 A的三次方 B啊 C啊 然後豬的二次方 它一定是幾個幾次方連成 然後前面會有一個數字 可以接受嗎 那什麼叫同類像 就是 後面長的跟你一樣的 它是1 然後你是2 那就叫同類像 因為它後面的位置數的翅膀的表達狀況都是一樣的 所以咧 它說的類像要怎麼去分別 其實很簡單 就是七次的乘法裡面 你要嘛乘A 要嘛乘B 要嘛乘C 要嘛乘豬 所以 總和啦 它 總和一定是七次方 可以接受嗎 那就是H的47 可以接受嗎 那就是那一題 那一題要給你 H的47 好不好 目標47 Y530加 好 如果你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往幾率賣金 今天的目標就是幾率 看不會生一些 我還有殺他們一次 呵呵呵 好了 不管你了 來翻到幾率第六章 幾率其實可以講很快 為什麼 因為你排列組合如果沒什麼問題 幾率其實就是在討論它的方法術 那要討論兩次 一個是在分 就是總共的方法術 然後呢 一個是分子 就是你所想要的 討論兩次 然後寫成分子分母 就是幾率 講簡單一點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排列組合學的如果OK的朋友 你幾率其實不會有什麼困難 你就寫不順 那我一到後面 需要再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背失去你 跟那個條件幾率 聽嗎 好參加囉 好來 繼續 謝謝元忠 我快要忘記我還有沙拉迷失 好迷失喔 那我怎麼突然提到沙拉 因為我看到六個語 我就直接拿去考慮 來 接下來我要講那個幾率 我帶你看一下它的那個 世界跟樣本空間的東西 第一個 什麼叫樣本空間 大家來讀一下 做一個世界所有可能的集合 合起來就叫樣本空間 聽嗎 就是所有可能的性 啊 什麼是所有可能性 所有可能性 我們要討論的世界 合起來就叫樣本空間 舉個例子嘛 假如我要討論一顆骰子 丟出某一個點數的機率 那骰子的總共樣本空間 就是什麼 123456 多麼意思嗎 所有可能會發生的 就是我的樣本空間 那如果今天寫一個7 它是樣本空間嗎 不是 因為骰子不會丟出7點 可以嗎 那樣本空間我們通常用s來表示 space 可以嗎 好再來事件 事件就是指 可能會發生的子集合 都叫事件 舉個例子 像我可能會丟出6點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事件 就是如此簡單 那什麼叫物質事件 物質事件就是什麼 某兩個事件 彼此之間沒有交集 而且這兩個都是事件 我們稱之為物質事件 舉個例子 丟出2跟3點的可能 可能的集合 跟丟出6點 他們彼此之間有沒有交集 他們的交集是一個空集合 沒有交集 所以這兩個就為物質事件 好 如此簡單 再來講下一個余事件 余事件是什麼 不是a 就是b 舉個例子 以骰子 要門空間123456來舉例 投出123點的余事件 就是什麼 就是下一個馬 是不是456 就是投出456的那個集合事件 就是這麼簡單 好不好 非常非常簡單 他魚世界 注意喔 123以外的都要 要456喔 那機率的定義呢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什麼 所有分支你想要的 那機率如果用pp來表示 就是什麼 下面的這個 我們指的就是什麼 樣本空間的個數 就是所有的可能性 就是totally 總共的 那這個n是什麼意思呢 指的就是它的樣本空間的個數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 在集合的時候有說過 那n分之a就是什麼 會發生的 就是你想要討論的機率嘛 你討論3點發生的機率 那就是會發生的這裡的個數就是發什麼 3點是不是會發生 假如像我剛剛說的3點會發生的機率 總共的樣本空間有6種可能性 那3點會發生 是不是其中一個 如果我只投資一次才子 所以答案就是1 6分之1 可以接受嗎 就是很簡單 謝謝 我可以抓錢 記塔好不好 抽一張100 抽一張100 那我抽那一本 抽嗎 不要 你也可以拿小朋友 那才晴對我最好了 不是才晴啦 黃情 哇 講出名字了 鴨子當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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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幹你怎麼去那麼強 嗯 嗯 對不起 你們名字太像了啦 對我強 黃情彩晴 等一下 這我就幹走你的信用卡 先去亂抓他 你躲在回來 我跟你講信用卡真的是 可以直接刷 然後不用 他不用本人 要看 要看遊戲要選 簽名 那我就直接拿走了 嗯 可是信用卡要看 有些也不用簽名 我跟你講的是 簽名沒有要緊 因為簽名是有法律效率 可是我跟你講 如果有一個流浪漢 他拿到我的信用卡 他直接去刷 他簽完名就走了 有誰都知道 他簽 他不用對名字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就寫我名字 因為信用卡後面不知道要寫自己的名字 不是 不是 那個寫自己的名字 那名也差 主要是你簽上去的時候 他會給你的那個 那個不是有個那個 那個像是Post機 你要在Post機上面寫的名字 對啊 對啊 他只要寫那個名字 他就喔喔喔喔 就這樣 可是有時候你簽名 可以說 你簽的一定跟你那個 網路銀行 當初辦的一樣 一定 多少都有差異 所以就像是劉辣漢拿著我信用卡去刷 他直接簽我 然後我就說 他已經給你來過 對啊 對啊 你覺得這方面也蠻奇怪的 好屌喔 就有信用卡 可是他知道我有辦法 因為簽名現在已經視同有法律效益 就跟蓋印章一樣 以前我爸還跟我說 喔 你那個應該用蓋印章 我跟你講蓋印章好像最爛 他比簽名還爛 你想想看 簽名還有獨特性 那印章每個人都點刻 你知道會講什麼嗎 印章每個人刻出來 我跟你講 我知道在同家間刻文一樣的名字 都長一樣 因為同一個師父 所以簽名反而是比較有法律效益的 所以那個流浪漢會犯法 但是我抓不到他 因為簽完名字他消亡費 他人就走了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不能說什麼 因為到時候卡栽是我服 好 好吧 就這樣 Mermel一下 再來 空事件的機率 要不要講一下 第一個空事件的機率為什麼是0 一下 看嘛 我們所有分支什麼 會發生的 那會發生的是空集合 那空集合發生的機率 在世界它的元素各數都只有0 沒有元素就是空集合 所以 這答案是什麼 ns分之0 也就是0 所以就是0 不知道怎麼講 再來 如果今天呢 是全事件 就是什麼 ns分之ns 所有分之所有會發生的 全部都發生了 那是不是就是什麼 分子分母約分子 是不是1 所以機率最低就是0 最高就是1 機率會介於什麼 所有的其餘發生的事件 一定會介於1到0之間 可以接受嗎 這是機率的基本概念 那同樣的道理 因為我們機率可以用我們的集合來表示 所以呢 我們的 我們講的這個是 ta發生的事件 那總共的樣門空間 我們叫做 小機梯 我們比較不會叫小機梯 我用n好了 n個數好了 na 那總共叫 樣門空間的個數叫ns 那外面這一圈叫什麼 是不是叫 它的普及叫 1-na 可以接受嗎 1-na 可以接受嗎 1-na 不是寫1-na ns-na 這是個數喔 分個數喔 那你只要全部都寫成分子分母 用機率來表示這一串 它的余式件 就是a' 聽嗎 全部減掉ar 不就是外面 這個就是a' 它的普及核式件 你有沒有發現 寫成分子分母之後呢 全部都處於ns p的a' 是不是就會變成 1-pa發生的機率 對不對 全部的機率就是1-pa所發生的 那就是我們的pa' 可以嗎 都可以用我們的文式圖來代表 好 就是這樣 以上是我們的機率的基本改變 那同樣的 如果你可以用文式圖的話 你也可以用排龍原理 所以講義上 他都幫你寫好囉 像第六點那個排龍原理 我就不講了好不好 a連擊b a跟b連擊 可以寫成什麼 a加b 減掉交集部分 可以嗎 知道我來講什麼嗎 你也是 好不好 對啊 好來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第一題 第一題是那個我們的 105年學測的大考考題 我希望你可以稍微對一下題目 先把題目看吧 這一題其實不難 但是你先把題目看吧 那你看一下答對率好了 我覺得這滿有趣的 你看一下答對率 17% 17%是什麼意思 就是很低 我跟你講 我還看過那個學測的那個 歷年來答題率說2% 這什麼意思 就是連低分群的那群人 猜一也猜對 都會這樣做嗎 因為那個學測的答題率齁 那個我們有去特別統計啦 他有分成那個 低組群 低分組群跟高分組群 還有平均的那個答對率 高分組群就是什麼 他可能那個 13-14級分以上的那群人 他把他考卷抽出來 去看他這一題有沒有 對的幾率是多少 然後還有低分組群那個對的幾率是多少 還有平均全部對的幾率是多少 像這個就是平均17%的對 所以這個還不能直接看答對率 沒有 這個就是全部的那個答對率啊 17% 那有的是高分組群 有一些參考師會放高分組群的答對率 他會告訴你什麼 如果你認為你是高分組群 你去看一下這個答對率 是不是符合一個他的屬性的 因為有一些就是平均可能17% 可是高分組群答對率98 就代表什麼 如果你有念書 可能就怎樣 可能就是那一集就應該要會 所以喔 那個平均有時候不見得是19%準確 可以當個參考組 沒有嗎 好 看完節目了嗎 看完節目了嗎 看完了沒有 在兩個節目之前喔 我要跟你說喔 我們的幾率跟那個排列組合 雖然說都是討論方法術 但是他在本質上還是有一些些不同的 什麼不同呢 呃 舉個例子 像取球 聽一下喔 假如像是取球的話 我們去討論幾率 我們之前有講過嗎 一顆藍色的球 跟 二四六 五顆白色的球 取到籃球的幾率是多少 籃球的幾率是多少 籃球的幾率是多少 六分之一 六分之一嘛 可是如果你說 欸我只取一顆球 取到籃球的幾率是六分之一 這樣聽起來 他的方法術就不是這樣表示了 怎麼說呢 因為如果今天只看他的最後結果方法術 你要嘛取出來最後結果是籃球 要嘛取出來是白球 對不對 可以嗎 要嘛藍要嘛白 所以想說 喔 打壓過分之一 可是是這樣子看的嗎 不是 他出現的次數是不是會影響幾率 對不對 因為你的東西越多 本來出現的那個幾率就會越高 所以去討論他的方法術 其實要討論他的次數 應該是這樣 總數有六顆球 那白色呢 我長想了 任意選 我們用相義的球去做選區 六顆取一顆 上面呢 藍色是不是六顆裡面 只有一顆符合 所以只有一顆是對的 這才是他的幾率 叫六分之一 我在解讀一次可以看喔 我們把每一顆的白球都怎樣 適度相應 叫白一白二白三白四白五 聽得懂嗎 我不是把白球當相同 我是把白球當相應 所以他叫白一白二白三白四白五 這六顆球是所有的選區樣本 只有只有一顆是符合我要的 我們是試做相應 這樣流水了 舉球你要試做相應去看 還有什麼也要試做相應 骰子 骰子你要試做相應 聽得懂要講什麼嗎 為什麼要講骰子試做相應 因為骰子 你看喔 一二 這骰子 看得出來嗎 它是骰子 給它 好 一二三 骰子去丟點的時候 你要把它當成是三個不同的骰子 所以每一個骰子出現的分子分布 它的樣本空間是什麼 是六乘六乘六 每一個都有一到六點 一到六點 一到六點 當然如果是相同的骰子 誰出現一到六點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呢 它有可能怎樣 它出現六點 它也出現六點 我們要去討論它的次數 就像曲球一樣 你的白球要試做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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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六點如果 一顆骰子 我再講好了 如果有一顆骰子 它出現了六點 我六點刻的比較多 它六個面都是六點 但是六點出現的機率就比較高 所以我們當然要去算六點出現的次數 可以接受嗎 好 可以接受嗎 曲球跟頭子骰子 全部試做相應 要討論它點數出現的次數 好 回來了 這是唯一盤子 跟你想像中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他說 頭子中正的骰子三次 點數依序為什麼 ABC 然後呢 在B為基數的條件下 來寫一下 B為基數 然後呢 行列式的值 要大於0 的機率是多少 那行列式還記得怎麼算嗎 就是 A B B C的行列式大於0 那就意味著什麼 交叉相成再相減 注意喔 沒有一定要是正的 不要自己把它變成什麼家具的對比 沒有這種事情喔 所以就是 A C 減掉 B平方 要大於0 看有沒有其他條件 看有沒有其他條件 沒了 那就什麼 A 乘以 C 要大於B的平方嗎 沒有其他條件 B是基數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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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就要討論了 兩個投資點數 對不對 投資改三次ABC 第一次跟第三次投資的點數相乘要大於B的二次方 那我們要想一下 這就要討論了 B的二次方有幾種可能 一開有三種 因為B是基數 基數在三隻的點數裡面就是一張五 二一張五 所以啊 就慢慢寫吧 我們可以用表格來討論 A C 先B好了 B平方 然後一起 A C 剛剛加上19耶 贏那麼多 好來 B 第一個 是不是一的平方 第二個是不是三的平方 這是九嗎 這是一嗎 再來 還有一個是什麼 五的二次方 是不是二十五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然後AEC 比他大 AEC大於一的有幾個 我跟你講 超多個 超級多個 大一還不簡單 像什麼 一一可不可以 不行嗎 他投一 他投一不行 是不是一二 然後勒 二一 對不對 可以嗎 還有什麼 二二 還有什麼 呃 三二 就是點點點點點很多個 看一下有幾個 一二 二一 一三 這一直到 最後啦 最後應該是六六了嘛 對不對 兩個都投六是最大的 那總共有幾個 如果你一個一個數 大概很麻煩 但是實際上你去想啊 他唯一個比一還要來的小就是誰 兩個人都投一點嘛 所以他其實總共就是什麼 總共是不是三十六種可能性 六六嘛 三十六 減掉其中一種 所以他有三十五個符合 那這是哪一個呢 這一個所減掉的就是一一 一一 然後這個是什麼 全部的方法數 AEC的全方法數 好 這樣子 好 那再來是九的咧 九的搖列齁 九的應該是 九的有誰啊 AEC 加起來是九 看我去從哪個寫 加起來九的有幾個啊 二五的寫二五 二五哪有 二五有嗎 二五不是七嗎 二五不是九 欸我講一這裡列有十九 可是我列出來的值 不是九 嗯 蠻奇怪的齁 喔 我知道為什麼啦 我這裡寫加打擺自我那個乘八 那一個一個列嘛 呃 九的話齁 九應該是中間值是三三 那我從一開始好了 來從一開始討論 一乘以一到六 是不是都不可能 所以一不行嗎 那二咧 二有誰 二的話 呃 二四得八 二五一十 所以二五開始就會出現有九 對不對 有二五就有二六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這是二的 二討論完了 好 再來討論三 三三得九 好 不行 要比他大 所以三四 然後呢 三五跟 三六 知道來講什麼嗎 可以接受嗎 你固定一個閃一是二 那是不是二五一十 就會比九大 然後就一個一個寫 再來四呢 四有誰 呃 四一得四 四二得八 四三十二 四三 然後呢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好 就這樣 結束 再來五的 呃 五二 五三 五四 我刻意全寫 為什麼要刻意全寫 不過無聊 如果告訴你到底有幾個 最後 還有一個 六 二 一直到 六六 可以接受嗎 來囉 呃 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 九十四 一十二十三十四 十四 十四 這最後有五個 所以總共有十九個 十九個 你真的要去討論齁 其實沒什麼 這一題 學測的方向 我跟你講就是這樣 他給你一個 好像沒看過的題目 然後實際上 你就照到邏輯一個一個去寫 把它列出來 這不會花很久的時間 而且他列其實很好聽 像第一個又扣的就有答案 很快 那最後一個 五的二次方 二十五嗎 五的二次方要嘛什麼 呃 要嘛 從一開始 一不可能 二不可能 三不可能 因為加五五 所以四六二十四也不行 所以五五五六六五 就走這樣 還有嗎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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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 六六五 這裡有三個 所以符合條件的總共方法數 是不是三十五加十九再加三 那我們寫機率的話 有兩個部分要討論 第一就是下面的totally有多少 totally就是什麼 就是六乘六乘六 就是六的三方 哦六的三方 那所發生的我們的個數方法數 已經寫出來了 所以就是六的三次方 然後呢 六的三 你的B字能是極速 沒有 我說 分為 我說上來你的B字能是極速 你不是有 你自己有 對啊 我一三下八 你這樣B就沒有六個 你這樣B就沒有六個 你說B沒有六個 哦 他是說B在極速的條件下 哦 對 因為我剛才也寫說 他有說啦 看錯了 他的樣本空間不是全部 因為他有說 在B的條件底下 所以B如果指的是極速的話 是什麼 哦 真的沒看到 A B 是一三次同時 B只能是極速 是B是一三五 然後前面是不是都有六種 所以他的方法數其實是什麼 應該是六乘三乘六 對不對 哦 漂亮哦 六乘三乘六 他有題目限制 所以樣本空間比我們想像中的少 是六三六 那分母呢 叫三十五加十九 再加三 好這就是我們正解 六六三十六 可以比我吧 三加九二十二 三十五加二十二 七六七 欸五十七 五十七 可以除嗎 五十七除的話是十九 十九 除以三沒了 六六三十六 三十六分之十九 四十六 三十六分之十九 四十七 看一下答案是不是三十六分之十九 好不好 是嗎 對 可以的 我要看 我要看 來 來 一下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我後來 我才是看對了 對不對 對阿 嚇死我了 你要小心一點 要細心一點 因為他有說 在B的激數條件前提下 所以B一定要是激數 他一定要有空間 並不是隨意的投資 你要小心一點 不要像我一樣做的招 好不好 答案三十六分之十九 三十六分之十九 三十六分之十九 可以嗎 這裡的機率 很容易弄錯 你要記住 他是要算次數 因為有沒有發現 三四跟四三是算兩組 為什麼算兩組 因為有沒有把骰子 試做什麼 相義 再講一次喔 骰子試做相義 就像我們剛才去投那個藍色球 跟白色球去取球 是把白色球 白一白二 白三白四白 我把它做編號 因為白色球 如果你不把它的方法做 試做相義 取到一號白 跟取到二號白 你如果沒試做相義的話 我們把它試做相同 那是怎樣 機率就變得很奇怪 變得很二分之低 因為一百顆白色的球 跟一顆藍色的球 取到的機會會一樣嗎 一定是不一樣的 一樣的恐怖 對啊 所以要試做相義去看 我們要把次數討論進去 這就是機率 跟排列組合最大的不一樣 好 一樣的話也太容易 對 一樣是不太可以 再來 喔 水喔 曲球來了 起秋 不是起秋 是曲球 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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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跟高中生的路線 我們要取多一點秋 喔 欸 坐上多位這隻是什麼 哇 大概就比較不明啊 喔 我會覺得是跟起秋有關係 差小 我褲子都還沒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來 再來立體二 立體二這個曲球 有蠻多值得講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他說拜中兩顆 紅球 三顆 黑球 四顆 白球 一次取三顆 來包包起來 一次取三顆 然後呢 每顆球 取出來機會相等 這個機會相等 我要稍微講一下 我們在高中遇到的 齁 古典機率 基本上都是機會相等 你現在機率到的是很小 聽不懂我講嗎 古典機率就是 每顆球取出來的機會 一定要相等 但 如果不是古典機率 它的另外一個別名 就叫非古典機率 非古典機率指的就是 你每個舉出來的機會相等 什麼時候會有非古典機率的產生 很厲害 很簡單 我們就舉一個骰子 然後我就 不要講骰子 講圖釘就好 以前如果是硬幣的話 我們也圖如果是硬幣 要嘛正要麻煩 是不是出現機率一樣 但如果是圖釘的話 我覺得我從空中一拋掉下來 它有可能怎樣 有可能 朝上機率比較高嗎 不是 通常 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面朝下機率比較高 對不對 因為不然圖釘 你會GET不到 我們就用追子好了 這一定是平的這些面朝上機率比較高 而且很明顯嘛 對不對 這個就叫非古典機率 因為它的面積不一樣 有時候 發生的可能性就不一樣 OK嗎 那個高中我們大部分都討論的是古典 沒那麼複雜 那繼續囉 那說 請問第一個 三顆球都會紅色的機率是多少 好 我把它彈掉囉 那 機率 你一定要先去討論分母是什麼 然後再去看分子是什麼 分母錯了分子就不用看 就像剛剛 分母錯了 分子怎麼 再怎麼厲害都沒有屁用 好不好 分母的用粉空間要搞清楚 那因為它的樣本空間是取球問題 所以我們要用C來取相異球 我們把球試相異 它有兩顆紅色 三顆黑色 四顆白色 一次取三顆取到同色球 所以有可能是什麼 總共的取球空間 那我們把樣本空間寫出來 為什麼 一次取三顆所以就是 誒我寫錯了 我寫錯了 寫分子那麼多 是總共幾顆球 九顆球裡面 一次取三顆 任全用C來取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相異取球 那為什麼不用P呢 因為順序不重要 所以取球用C 在講這 取球用C 順序不重要 像嗎 黑白紅 紅白黑 讓你抽出來一定不知道誰寫 因為你一次取 對不對 再來討論機率 那機率的那個 紫幾桶 上面的分子有幾種 第一種 有可能三顆黑色 也有可能三顆白色 就是不可能三顆紅色 因為紅色才兩顆 所以呢 來我們來寫囉 第一種 三黑 再加上 三白的機率 把這兩種情況加起來 機會所求 那分母都一樣 都是C93 那三黑有幾種可能 就是三顆黑色的球 我三顆都要 或者是什麼 四顆白色的球 我要其中的三顆 好 這就是總共的方法數 那你會發現 我寫機率這邊 會有個小習慣 我會把單位寫在上面 喜歡嗎 為什麼我要把單位寫在上面 我要跟你講 它是怎麼取出來的 所以你在抽筆記的時候 你要把這個單位抄起來 你才知道它是怎麼做取球的動作 那答案呢 是多少 我們現在算一下 9 8 7 然後呢 上司排列數量它是C 所以除以3乘2 然後呢 上方這裏是B C33 三個都要是一種 C43 是4 所以答案是 4 3 3 3 4 然後 還可以圓嗎 8 4分之 這麼低嗎 我真的好低喔 84分之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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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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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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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 欸,把Q是選兩顆,要兩顆 之後呢,剩下幾顆球? 二紅跟四白 是不是六顆我選一顆 紅白選一顆 然後呢 再加上是不是 C3B取3 好不好 可以嗎? 這個讓你繼續算 答案 是多少? 你剛剛那個? 84分之19 好,我們直接 寫答 84分之19 看一下你的問題 這是簡單的取球 那取球這邊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我們一併講 你先把它寫給你 再設計一個題目 這寫字很大 寫各個音樂寫的 好,出一個題目好了啦 現在還要看他的讀類啦 3 5 黑 第四個 我從頭是 二個六四公斤 這都好 這三小七 第一個 四十二 尋尋 第四個 八球 第二個 第 第三 四 其他 第三 二 再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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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下我講這個非常重要 一定要直接接 這裡一定要直接接 好 取球一定要收這個 那講一下這裡不要沒寫到我就很可惜 我一定把它講完 假如今天我們出一個新的題目 三顆白球跟五顆黑球 我們去做選舉 以前有討論過嗎 第一次取到白球機率有多高 來講一下吧 取到白球機率有多高 八分之三 對 因為八顆球裡面只有三顆白球是八分之三 對八分之三 對八分之三 那第三次取到白球機率有多高 想一下 我要第三次白球 有多高 我們這個可以算一下 我靠 這個還要算到的前面都被 Q出 來第二個選項 第三次取白球它的方法是這樣子的 你就想吧 第三次竟然是白 所以前面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狀況 那反正第三個是白 白 前面有可能是什麼 有沒有可能是白白 什麼 那還可以怎樣 還可以是黑白 某白 或者是什麼 白黑 為什麼 這樣可以結算嗎 第三次是白 所以它的機率你可以寫成 總共有八顆球 第一顆白的機率是八分之三 再來次數 因為取球取完一顆是不是變少 所以變成七分之二 最後一個是不是叫六分之一 會不會太快 可以嗎 然後咧 這裡是 八分之五 黑色五顆 乘上七顆裡面剩下三顆 把七分之三 來六分之二 那最後一個是 八分之 是錯囉 對喔 八分之三 乘上七分之五 因為黑球有五顆 然後在其上是六分之多少 六顆你要需要白色 已經拿走一顆六分之二 你把這三個加起來 我可以跟你拍照不保證啊 它的機率一定叫做八分之三 可以了嗎 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 好奇怪 為什麼 八分之三 一定是八分之三 那個相對也知道 絕對是八分之三 我甚至可以跟你說 第一顆拿到白色的機率 它會等於第二顆拿到白色的機率 它也會等於到最後一顆拿到白色的機率 等一下 我算七分之三 這個是你算七分之三 我算錯了 我用排列走的就是想 不要 你知道這個我怎麼寫出來的嗎 八分之三 你還可以求個數是主向主向檢查 對不對 然後每個舉求個數齁 很明確的寫出來 好不好 然後這是P the last 八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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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前面有個白色 就會覺得那個第三個 啊 我們還少寫一顆對不對 就是還少寫一個黑黑 不用嘛 你就第三個假設 不會 沒有沒關係 阿第二個是黑黑 七階去排列就好 沒關係 我就想寫 還有一個黑黑我沒有寫 所以這加起來就是八分之三 應該四個都要寫 六八分之三 不是阿 我說這三個加起來一定還不錯 沒有四個情況 可以嗎 那你去算 算啦 它一定是3% 那我剛剛已經示範過了 就細寫了 因為這樣子寫的話 實在是太多了齁 因為用剛剛那個方法去加 實在是有怎麼樣 那如果第三個是擺設 第五個要是黑色 一樣吧 我們就考慮前面 前面從八分之三就結束了 我說如果今天是第三個要擺設 第五個要黑色 第三個要擺設 那是耳環那是另外的題目 還不一樣 那你教一下 那是 靠北不要一直改變我的題目 我現在應該講 是啊 我在想那個要怎麼解 對對對 可是我現在還是講這個 沒人機 好不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為什麼這加起來也是八分之三 你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 有一個蠻直觀的講法 就是 假如今天我有個相似 裡面有八顆球 對不對 我第一顆球取出來 如果我不看 我現在最後才看 是不是一定是八分之三 這點應該很直觀 大家都可以接受 那接下來呢 我把他擺一擺 放我進去 我們再重湊一次 我把他舉起來 結果呢 舉起來的過程之中 他掉出了一顆球 但是你看 好像在講一次 我手伸進去 先抓住了一顆球 可以接受嗎 我手伸進去 在箱子裡面 抓出了一顆球 結果倒下來 然後倒下來那顆球 我們一看 他掉出一顆球了 那我現在手有沒有離開 我手有沒有放開那顆球 沒有 我一開始抓的還是一樣 我把他放下來 請問我拿出來 是白色的機率有改變嗎 沒有 因為掉出來那顆球 我沒看 那是不是相當於 第二次取到白色的機會 今天懂嗎 之後再講什麼了嗎 是的 好 我們再講一次喔 假如我今天要說明 最後一次取球的 取到白色的機會 跟第一次一樣 我會怎麼講 看好嗎 裡面有很多白色 直接拿出來這顆球 是白色的 是不是8分之3 那現在呢 我把手抓進去 抓住一顆球 然後我不放開 然後把所有的球倒出來 那球全部都倒完之後 請問我手上 這顆球我有沒有把它放掉 沒有 那是不是相當於 掉下來那些動作就是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 我想法比較快可以解釋 等一下 然後所以最後那顆球 就是最後一次取球白色的機會 那就是跟我第一開始做的動作 一樣 所以他一定是第一次取白的機會 這兩個是白色的 那如果今天再多一個顏色 那一樣 多一個顏色 就看你一開始白色的機會多少 沒有發現球一直掉 只要我不看那顆球的顏色 所以我就永遠都不會知道 我一開始取的狀況 那就是跟第一次我一開始取的狀況 不是一樣嗎 可以接受嗎 再講一次喔 第二次其實很簡單 你想啊 你手伸進去抓住一顆球 你倒出來 然後有一顆球掉下來 但是我不看 我馬上拿出來 請問他是不是跟我一開始發生的那個機率 我知道的是不是一樣的 一開始是八分之三 只要我沒有去看其他球 他不管掉幾顆球 永遠都是八分之三 因為我手就是握著那顆 我一開始握著球 可以接受嗎 好 所以他算出來一定要是八分之三 也一定要是八分之三 可以用排列情況 可以啊 我們後面會有 我們會有 等一下排列情況 排列情況就是結束的狀況 你說這裡用排的 第三個就是假設白色 然後另外七個就是排列 然後再除掉什麼 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不然我們做一次 劉文傑說要排 我們就排了 劉文傑的意思是說 這個也可以用排列 因為我剛剛是用直端齊綠層 那如果用排列是什麼呢 就是 第三列 你是決定你自己要白色 那你剩下幾種顏色 就是剩下 呃 這前面加起來 什麼共有幾個 就是剩下二白跟 二白跟 五黑 對不對 二白五黑 那二白五黑 全部去做排列是幾個 是不是 呃 七階出於二階出於 多少 出於五階 可以接受嗎 二白五黑嘛 是不盡相依屋的直線排列 所以 他當然是隨意排 可是他都會影響第三次 因為第三次 我的客廳一定要買 那你的分母要放什麼 分母要放什麼 分母是不是就要放 所有球的排列數 所以就是什麼 總共有八顆球 然後來八階 出於什麼 三階白的 五階黑的 這也會是八分之七 對吧 欸八分之三 這也是八分之三 對 這個底下會全部長一模一樣 所以他幾率會全部一樣 就只有全部長 所以你第二次 取到白色的列出來 會長怎樣 那就是八分之三 就是八分之三 對 這也可以 這個很適用 後來某一個特定取球 要取某一個顏色的時候 會用 好 可以嗎 好 那再來 別發現 還有最後一個 B先取完 什麼叫B先取完 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B先取完 黑球先取完的機率怎麼算 我跟你講 黑球如果能先取完 他一定在講一件事 你的最後一顆球是什麼球 白球 白球 它其實就是什麼 最後一顆是白球 其他人 最後一顆 其他人 最後一顆是白球幾率跟誰一樣 第一顆是白球幾率一樣 所以答案就是八分之三 這要講什麼嗎 最後一顆取到白球 那是不是就等於第一顆取到白球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也是八分之三 我們長個空白處把它補充上去 就是取球比較重要的問題 很燒腦 很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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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的題目很燒 他排隊組的題目很多 可是這裡的題目很燒 你知道什麼嗎 機率 你知道什麼嗎 他這個機率 你知道什麼嗎 他會想燒人 蛤 不是啊 因為他覺得排隊組長能完整 機率可以講得少 好的 所以今天這邊偶爾我們會重新的題目 自己也要吵 好不好